美国福特汽车声明,整体涨价的幅度不只取决于型号,且调涨范围大约在6000美元到8500美元之间,而已经订车并等待交车的客户将不会受到影响。 不过,即将迎来的2023年新车款F150 Lighting售价将会增加到4.7万美元到9.7万美元之间。 值得一提的是,福特并不是第一家提高电动车售价的汽车制造商。 在此之前,通用汽车已经率先调涨电动汉马售价,多增加6250美元,还有特斯拉、Rivian以及Lucid也都做出调涨。 主要原因是,来自汽车原物料的成本飙涨,大幅加重制造成本,才让车商不得不反映在车甲上。 且根据咨询和研究公司Alex Partners的最新报告,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,光时电动车电池的原料成本已经上升超过一倍。 东西文团队,洛杉矶报导。